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种叫做烦恼根 这两种根实际上就好像一粒花生米 只有同一个芽一样的 一个种子 它这个芽是只有一个 这是两边的 有两半的 但是去了一半 另外一半就是没有了 要去掉两边同样去掉 要存在两边都存在 所以一种是叫做无始无明 我们叫做恶的根 一种叫做清净的复兴 那就是善根 这个两种是同时存在的东西 那么这两种也同时可以消 可以长 但是此消必长 很多的人认为 说善根整长 这个恶根就是无明 就是消了 实际上就是无明消三根长 是这样子的意思 无明也就是烦恼的根本 那就是恶的根 因此我们人也就是众生 人人都有福星 但人人都有无明 这个两种是连在一起的 如果从哪一天开始 知道自己又无明了 那这个是得救了 就是一经可以回头 可以自己从一个 普通的凡夫的众生转变了 就是回头是按了 就要开始修行了 那么这个三根是不是有的呢 有啊 本来就有三根嘛 那个三根我们叫它什么 叫做福星 叫清净的福星 就是本性就是在那个地方的 因此三根法 三根的法起三根 就是从我们开始 要修行 要学佛 要成长自己的 这个智慧和慈悲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们三根热热增长 那么三根热热增长 相对的无明 也就是烦恼的根 也热热的减效 热热的减少 这样子来的时候 我们就变成了 是有三根的人 所以三根 有三根的人的意识 就是说他的三根 已经开始成长了 开始啊 这个渐渐的渐渐的啊 又来 所以三根深 又来三根呢 又大又厚 那么这样子的时候呢 这个人 我们叫做有根基的人 有什么根基 已经呢 有修佛的根基的人 那么在过去是 无量世以来 我们都曾经学过佛 曾经修了佛 所以这一次呢 又来修佛了 所以是修佛的时候 有的人呢 这个过去是修的不多 那么这次修的 开始很努力 很努力 这样子也可以赶上过去 弥补过去 有的人呢 过去修的很深厚 但这一次来了以后 很懈怠 那么这个 我们讲啊 行传呢 这个是修行呢 如泥水行舟 如果你不进 就会退步 所以自己还没有 解脱之前呢 最后啊 努力向前 你的善根就热热增长 如果只要有一天呢 退薪和倒退的时候 你过去的善根 不仅仅是不能够啊 成长善根呢 又来又大 而你的过去的善根 也会啊 力量越来越小 这是一样的 因为此消避长 这个黑的面 黑暗面呢 增加的时候 那个光明面呢 就会减少 一定是这样子 所以光明面呢 增加的时候 这个黑暗面呢 就会减少 所以我们一般的人讲说 很有根基的人 很有根基的人 都是指的 就有善根的人 那么有二根的人 大家都不讲了 有的人说 这个是立根性 这个是什么意思 立根性 就是说这个人的性格 就是这个样子的 从这个生起来 就是这样子的 生存的就是这么一个坏脾气 一个坏性格 那这个跟过去是有关系的 能不能调整呢 可以调整 这样我们自己下定决心了 要想改变自己的话 福的意思 是智慧的觉 觉的 觉性 就什么 就空 就什么空 就物 如果还有一个 自己自主做事 我已经成了佛了 我自己是一个佛 我自己是很有功德 我自己很有慈悲 所以我很有福报 这个人 你们说有没有见到佛心 这个人没有见到佛心 如果见到了佛心 他不是这样子讲 不过 释迦牟尼佛也会讲 他是 我是佛 我告诉你们 我是如来 为什么这样子讲 他是要告诉众生 众生 你们心中一定有佛 也要告诉众生 说你们心中有佛心的 你们一定 现在在迷的情况下 在凡复的层次上 一定知道相信有佛心 可是当佛心出现的时候 这个实际上就是空性 那就是无我的心 这是很难懂 很难懂 不过因为讲到说善根 讲到佛心 讲到根气 所以我一定要讲出来 因此的善根成长到 最后的时候 复兴完全成熟的时候 这个时候变成是空性 但是无明是不是空的 无明是空的 但是因为不知道是空 所以自主他 自主他 因此变成烦恼 如果了解无明跟佛心 是同样的东西 是我刚一开始讲 就像一个花生米 只有一个牙 这边没有了 那边也是没有的 所以是无明没有的时候 善根很成熟的时候 这个两样东西通通不存在 这个就是无我的智慧出现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